男子将女友推向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前的行为 事前构成故意杀人罪 由于司机及时刹车 男子的杀人行为未得逞 因此属于犯罪未遂 如不具备自首等可减轻处罚情形 该男子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们要告诫在婚恋中的男女一定要理性恋爱 注意沟通和调解 不要采取违法犯罪的方式解决问题 一旦触犯刑法 不仅恋爱无法继续 还要承受剥夺自由甚至生命的处罚